啊 子嗣 是啊 还请官家以国为众 努力耕耘 为大宋朝廷言相续火 令群臣归心已成大统 不是 这照够什么情况 怎么连个太子都没有 那些妃子们朕又不属 这可咋整 臣等请官家纳箭 努力耕耘 啊 这帮人怎么回事 干嘛这么急着让朕延续子嗣 可朕的张皇后没来啊 万一张皇后知道了 朕可就惨了 若是官家不喜欢现在的妃子 那就再选个秀吧 还选秀 不行 朕不能对不起张皇后 可朕该怎么让这帮人闭嘴呢 哦 有了 朕想到办法了 不用选秀 子嗣一世朕准了 朕现在就去找嫔妃们 照相 你看你急的 把官家都吓跑了 是啊 没想到官家这回竟然直接走了 我还以为要挨上几板子呢 对啊 以前好像劝官家的人都会被打板子 大家都以为官家有什么大问题呢 慎言 我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棚局给官家信里提到调兵南下的事情吧 官家 您可知道 您有多久没来看臣妾了吗 是啊 臣妾还以为官家把我们都忘了呢 爱妃们啊 朕今天来呢 最主要是陪陪你们 而且还给大家找到一样好玩的东西 什么好玩的啊 逗区区 朕简直是个天才 把他们教会 怎么逗区区 朕来这里不会无聊 大臣们也不会再念念碎了 逗区区 这是什么玩意啊 官家 我们听你来了 都精心打扮了一下 感情也就真的只是来玩的 不是 正经人哪会玩这个啊 怎么 大家不喜欢玩逗区区吗 怎么会 来逗呗 走 首先 朕来教教你们 怎么挑选区区 这可是朕的秘诀 一般人朕都不告诉他 区区斗得很开心 但欣喜的嫔妃却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官家 您 您鼓包了 啥 朕鼓啥包了 完了 朕这事太久 没见着张皇后 一不小心就鼓包了 官家 您 您行了 啥玩意 朕就行了 朕啥时候不行了 不是 爱妃们哭什么呢 朕不就刚刚赢了 你们一把吗 你们至于哭吗 刘善这么一说 嫔妃们哭得更凶吗 哎呦喂 别哭了 大不了 朕让你们一次下一把朕争取让你们赢 好不好 总算不哭了 朕说话算话 这一把朕让着你们 官家 臣妾知道一个比斗区区更好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切 这世上哪有比斗区区更好玩的 来来来 咱们快开始下一局吧 臣妾说的东西真的也很好玩的 我们都陪您多了这么久的区区了 您也陪我们玩一下吗 说的好像有点儿道理 还是陪他们玩一会儿 再继续拉着他们斗区区吧 好啊 走 爱妃们 让朕看看是什么好玩的 爱妃们 快放手 不要 朕不要玩这个游戏 不放 姐妹们 今天说什么也不放官家走了 对不起 张皇后 朕尽力了 吃算了 朕现在可能比斗败了的区区还要惨 官家 您这是怎么了 是我们来得太早了吗 要不臣等先告退 等官家休息好了再排 不用 有事儿就说吧 官家 若是要调动二十万大军南下 粮草有近三十万弹的缺口 啥 我大宋每年那么多的岁入 粮草怎么还会有缺口 朕的小可爱呢 你们告诉朕 朕那么多小可爱去哪里了 之前收复的十几个州 一百多个县 再加上之后又出兵大礼 礼朝 粮草的消耗变大了一点 这样啊 这下变成麻烦势二了 官家 不如加岁入吧 只要加了 我就有办法让百姓记恨岳飞 然后一步步搞定他 不行 啊 为啥不行 加的也不多啊 三十万弹分摊下来 义户也就几文而已 将父可是交过朕 对百姓一定要言而有信 岁入可以争得高 也可以争得低 但是一定要说多少就是多少 不能招令膝改 朕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别说是几文就是一文也不行 官家 高命父求见 等明天早朝 大家伙再一起商量一下 高氏你来见朕 是有什么事吗 臣妾近日听闻 朝廷的粮草似乎还有一些短缺 不知可有此事 啊 这事儿你是从哪听说的 臣妾前几日与张俊之妻逛街时 听他说张大人已经好几天没回了 张大人一直负责朝廷大军粮草运作 臣妾便猜测应该是朝廷缺粮了 所以今天是来报答官家的恩情 报答恩情 你要知道这可有三十万是粮草的缺口 没有三十万大粮草 但臣妾可以献上一百万贯 一百万贯 没看出来你竟然这么富 臣妾在临安经营了些玉石买卖 加上本就有的家资才凑出了一百万贯 这高软软竟然这么会做生意啊 他才来临安多久啊 竟然就攒下一百万贯了 臣心甚畏啊 你帮朕解了燃眉之急 朕一定要好好地赏你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臣妾想要官家 不是 臣妾是想要和官家一起经营玉石买卖 架死朕了 原来是想要一起经营玉石买卖啊 没问题啊 谁会嫌弃那些小可爱越来越多呢 本来还可挣更多小可爱的 臣妾还有一言想对官家说 尽管说就是 上好玉石的矿脉都在蒲干 都在蒲干 能挣多少罐 我跟你说 啊